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曹云 带你关心杨志良、郝龙斌要求下架高端疫苗事件 10号数今天宣布26万剂的高端疫苗已经完成了封签检验 将要投入疫苗接种计划 而根据全国疫苗医院登记也显示 有95万人愿意接种高端疫苗 但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在今天召开了记者会宣示 要共同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诉论 停止卫福部对高端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对此我们也请到律师帮我们分析 这样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 先带你了解整起事情的发生经过 把时间交给记者吴宇成 国产高端疫苗通过EUA紧急授权 列入公费施打的行列 全台已经有超过94万人登记 愿意接种高端疫苗 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就表示 次单元疫苗发展的时间长 的确会有民众期待施打 也透露联雅的EUA审查 还在等待补件当中 不过就在今天一早前 台北市长郝龙斌 就和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一起召开记者会 执疑食药署的EUA审查黑箱 要状告台北高等法院 申请停止高端的紧急授权使用 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有 证明有效的疫苗 我们为什么不给民众 施打证明有效的疫苗 我们当然 我们也了解国产疫苗 是我们的战略物资 我们必须要发展 那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让这个方式 让高端疫苗来施打 其实这是业苗助长 在这里我们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提出这样一个诉求 我们只有透过司法的公信力 来为民请命 强调要透过司法来请命 不过却遭律师黄帝颖打脸 郝龙斌和杨志良 并非本案的厉害关系人 质疑根本就是在浪费法律资源 郝龙斌跟杨志良今天提宿院 兼申请定制制行 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意义的动作 因为在法律上面 不管是提起宿院 或者是行政诉讼 他必须是处分的相对人 或者是厉害关系人 那在高端通过EUA 他的储备相对人是高端 厉害关系人 绝对不会是郝龙斌或杨志良 所以在法律要件上面 这个就是当事人不适格 我们在实务上面 大概就是不受理 或者是直接驳回 那我们看了今天他的记者会 他还特别去讲说 这个他们扩大解读 他们是厉害关系人 如果照他的逻辑可行的话 其实2300万个案件 全部进到法院去 法院也不可能会受理 因为照他的逻辑 是一般人民都配提 那这个不可能 没有这样的一个诉讼要件 不管是郝龙斌或杨志良 其实应该加强他的法制教育 而这样的一个 让被法律支援的一个做法 其实也干扰了 目前防疫很辛苦的 为服务的团队 不止被狠酸法律尝试 可能需要加强 郝龙斌在记者会上说 高端没有经过三期 其中万人试验来证实 有效性就授权使用 是草菅人命 对此医师林静怡则反批 这完全是在打迷魂帐 这个他们基本上 就是一个作秀 政治上的作秀 我请他们尊重一下 自己还是个学者 全世界在看 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本 就是在看他在所谓 二期研究 还有一期研究里面的 抗体浓度 明明抗体浓度的资料 那么清楚 这些专家 还有发言其他人的报告 都有这些资料 EUA的东西 就要做紧急授权 那其实全世界 当时都是在一边过 一边用EUA 一边继续做三期实验 现在我们的状况 也是一样 但是三期实验 为什么越来越困难 那就是五月底的时候 WHO开会就讲了 所谓抗体调节 因为全世界在这个 确诊者越来越多 然后整个族群里面 很多都是感染者的情况之下 三期研究会越来越困难 而且甚至缓不继续 三期研究里面 有很重要的一个 叫做医学伦理的问题 当你发现 这个疾病的传染力如此之强 而且很多人可能 因此染疫而死掉的情况之下 你要用怎么样的医学伦理 来解释给我听 你要让几万人 接种的是 所谓没有免疫力 就是所谓的对照者 他们现在继续是在打模糊灶 而且完全 无视于五月底 WHO那时候专家们的讨论 明正直一实验署 今天公布高端疫苗的EUA 在会议记录 高端的综合抗理效价达标 专家决议通过有条件制造 不过也有专家 职议对Delta等变种病毒的 保护效力难以判定 高端还需要持续提供 T细胞反应的相关数据 专家也建议 后续要追加第三剂的试验 而且研发改良型疫苗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病毒一直在变化 疫苗对变种病毒的保护效力 都会降低 这也是为什么会发展 次世代疫苗的关系 但就目前来看 AZ跟高端对英国 阿法变种病毒株 还是相当有效的 记者吴宇辰采访报道 对于已经完成封建 检验的26万剂高端疫苗 许多人也关心 是否会纳入第五轮的疫苗施打 而指挥官陈时中今天也回应 大致上会累积到 有基本的分配量 约五六十万剂之后 才会开始分配施打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